郭先生 陳愛妮 趕快把我勸握手 市長當然在指揮中心裡面 帶領指揮中心的團隊的成員 執行相關的業務 那在政務上面 那還是要參佐部長的意見 心情上其實也真的是百感交集 這段時間我想也有很多的醫藥記者 大家都一起也訪問過我很多 那真的是想法也一日素變 這樣這個昨天我其實跟我太太講 就是說有點開玩笑說 請不要幫我準備手帕 因為我想忍住不流淚 那回來昨天晚上我就跟卓碧講 就是說請幫我準備手帕吧 經過大概兩年多的一個努力 那指揮中心 其實那個整體的一個工作的架構 都已經是成熟 那今天我要離開我也非常高興 我們指揮中心有一個成熟的架構 那指揮的效率相對的也高 那我可以放心 心情很輕鬆 心情很輕鬆 前幾天當行政院發布 那我來接這個位置的時候 那當天晚上我跟王立生次長 還有我林立恩次長 一起開了一個記者會 那記者曾經問我 那你接部長的心情如何 我說非常的平淡 沒有什麼樣的強 當天晚上我要介紹一下我的夫人 唯一的一位夫人 她可以作證 差不多兩點的時候 我突然驚醒 全身冷安 因為我想到說 我憑什麼可以回答說 我可以接得很平順 心情不會有什麼樣的 這個起伏 原因是因為前面有陳部長 所以高個子頂在那裡 所以天下 天趴下來我都不怕 那現在這個大柱子要離開了 我憑什麼可以說 我有這種信心 來說 我可以平順的把她接下來 把她未完成的工作做好 我碰到問題的時候 就開始去思考 到底 這個原因 以及如何處理 雙維園從裡 到目前的一個成就 那當然不是我個人的一個功能 但是 表示說 我能夠融入到這個團隊裡面 把事情做好 第二個 我104年到屏東縣政 第一天進議會的時候 議員的打群架 就是這樣的一個現象 我沒有被嚇跑 因為我趕快跟縣長辭職 怕到 才有人來到屏東那 這個樣子 我還是把她留下來 她能夠在那邊兩年半 第三個更是重要的 衛福部的這一個團隊 事實上是非常優質的團隊 在過去 這個 五六年來我回到衛福部之後 我觀察到的 我們的團隊 非常的厲害 非常的優秀 想到這裡 我就去睡了 有信心 可以把它做好 有信心 也不會辜負行政院 等這樣子的 一個期待 那我也像 我的 唯一的夫人 所以 我不會讓你失望